新新闻,年底突围。 柯P会成台湾最大位。 图新新闻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外溢效应惊人,除冲击最大的新北市有待观察外,其他新竹县、新竹市、台中市的相关合作都是重点。 至于台北市的气宝效应,随着蓝绿两大党内部都有选票列解现象,目前已呈现在进行事。 民进党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紧张微妙关系,很像电影《舞状元苏启儿》中,皇帝对演苏启儿的周星驰说,你一天不解散,叫朕怎么安心。 坐在地上的苏启儿,摇头回坑,盖帮有多少弟子,是由你决定的。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,使得国泰民安,鬼才愿意当乞丐呢? 逐线市,中市都是结盟目标。先从柯P的外移效应来看,14年九合一选举,民进党受益,平均的票率比预估多出近10%,原本认为不会上的都选上了。 但这次大环境已有很大不同,柯营不会去特别强调和操作,因为如果这局过不了的话,后面就不用考虑了。 对于年底县市长选举,影响最大的是隔壁的新北市,其他县市,除新竹县支持民国党主席徐新颖外,柯P也会与新竹市长林志坚,台中市长林佳龙进行市政交流,逐步累积政治能量。 新北市政交流,可说千亿发而动全身。 一般看法,国民党残权人侯友宜的调性,比较接近中间路线,甚至带一些绿色。 与白色力量较为接近。 但是在文大宿舍案,柯文哲虽然自称无辜,还是被外界认为是连苏打猴,后续发展方向,值得高度观察。 最明显的合作指标则是徐新颖,柯不但是新竹人,各县市民调知迟度,也以新竹为最高,柯要以此作为走出台北市的第一站。 而柯徐一家亲还有断险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十多年前,徐妈妈曾经因为重病在台大医院就医,当时透过朋友介绍,柯文哲全力协助治疗,让徐新颖满怀感恩,两人开始保持住朋友关系,有时和柯吧,柯妈两家人也会一起吃饭 柯P在15日为徐新颖站牌时称,除了台北市以外,最有机会突破蓝绿包围的就是新竹线,希望台湾能走出蓝绿对抗尼闹,徐的输赢影响深远且为重要指标,更具有历史意义 白色力量收赌成为新竹线选情的X因此,因为新竹线40岁以下年轻选民约占40%,动向成为影响选战关键,柯P在年轻人支持度于八成,加持威力惊人 图新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外溢效应惊人,除冲击最大的新北市有待观察外,其他新竹线、新竹市、台中市的相关合作都是重点 至于台北市的气宝效应,随着蓝绿两大党内部都有选票列解现象,目前已呈现在进行事 民进党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紧张微妙关系,很像电影《武状元苏契儿》中,皇帝对演苏契儿的周星驰说 你一天不解散,叫朕怎么安心?坐在地上的苏契儿摇头回称,丐帮有多少弟子,是由你决定的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,使得国泰民安,鬼才愿意当乞丐呢? 逐切是,中市都是结盟目标,先从柯P的外议效应来看,14年九合一选举,民进党受益,平均的票率比预估多出近10% 原本认为不会上的都选上了,但这次大环境已有很大不同,柯营不会去特别强调和操作 因为如果这局过不了的话,后面就不用考虑了 对于年底县市长选举,影响最大的是隔壁的新北市,其他县市,除新竹县支持民国党主席徐新颖外 柯P也会与新竹市长林志坚,台中市长林佳龙进行市政交流,逐步累积政治能量 新北市战况交注,可说千亿发而动全身 一般看法,国民党参选人侯友谊的调性,比较接近中间路线,甚至带一些绿色,与白色力量较为接近 但是在文大宿舍案,柯文哲虽然自称无辜,还是被外界认为是连苏达侯,后续发展方向,值得高度观察 最明显的合作指标则是徐新颖,柯不但是新竹人,各县市民调知尺度,也以新竹为最高,柯要以此作为走出台北市的第一站 而柯徐一家亲还有断显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十多年前,徐妈妈曾经因为重病在台大医院就医 当时透过朋友介绍,柯文哲全力协助治疗,让徐新颖满怀感恩 两人开始保持住朋友关系,有时和柯爸,柯妈两家人也会一起吃饭 柯批在15日为徐新颖站台时称,除了台北市以外,最有机会突破蓝绿包围的就是新竹县 希望台湾能走出蓝绿对抗尼闹,徐的输赢影影响深渊且为重要指标,更具有历史意义 白色力量收度成为新竹县选情的X因此,因为新竹县40岁以下年轻选民约占40%,动向成为影响选战关键 柯批在年轻人支持度于八成,加持威力惊人 图新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外溢效应惊人,除冲击最大的新北市有待观察外,其他新竹县、新竹市、台中市的相关合作都是重点 至于台北市的气宝效应,随着蓝绿两大党内部都有选票列解现象,目前已呈现在进行事 民进党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紧张微妙关系,很像电影《武状元苏契儿》中,皇帝对演苏契儿的周星驰说 你一天不解散,叫朕怎么安心?坐在地上的苏契儿摇头回称,丐帮有多少弟子,是由你决定的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,使得国泰民安,鬼才愿意当乞丐呢? 逐切是,中市都是结盟目标,先从柯P的外移效应来看,14年九合一选举,民进党受益,平均得票率比预估多出近10%,原本认为不会上的都选上了 但这次大环境已有很大不同,柯营不会去特别强调和操作,因为如果这局过不了的话,后面就不用考虑了 对于年底县市长选举,影响最大的是隔壁的新北市,其他县市,除新竹县支持民国党主席徐欣颖外,柯P也会与新竹市长林志坚,台中市长林佳龙进行市政交流,逐步累积政治能量 新北市战况交注,可说千亿发而动全身。一般看法,国民党残权人侯友宜的调性,比较接近中间路线,甚至带一些绿色的角色。 与白色,与白色力量较为接近。但是在文大宿舍案,柯文哲虽然自称无辜,还是被外界认为是连苏打头,后续发展方向,值得高度观察。 最明显的合作指标则是徐欣颖,柯不但是新竹人,各县市民调支尺度,也以新竹为最高,柯要以此作为走出台北市的第一站。 而柯徐一家亲还有断险为人知的感人故事。 十多年前,徐妈妈曾经因为重病在台大医院就医,当时透过朋友介绍,柯文哲全力协助治疗,让徐新颖满怀感恩,两人开始保持住朋友关系,有时和柯吧,柯妈两家人也会一起吃饭。 柯批在15日为徐新颖站牌时称,除了台北市以外,最有机会突破蓝绿包围的就是新竹线,希望台湾能走出蓝绿对抗尼闹,徐的输赢影影响深远且为重要指标,更具有历史意义。 白色力量收赌成为新竹线选情的X因此,因为新竹线40岁以下年轻选民约占40%,动向成为影响选战关键,柯批在年轻人支持度于八成,加持威力惊人。 图新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外溢效应惊人,除冲击最大的新北市有待观察外,其他新竹线、新竹市、台中市的相关合作都是重点。 至于台北市的气宝效应,随着蓝绿两大党内部都有选票列解现象,目前已呈现在进行事。 民进党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紧张微妙关系,很像电影《舞状元苏细儿》中,皇帝对演苏细儿的周星驰说, 你一天不解散,叫朕怎么安心?坐在地上的苏细儿摇头回称,丐帮有多少弟子,是由你决定的。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,使得国泰民安,鬼才愿意当乞丐呢? 如现世,中世都是结盟目标。 先从柯P的外衣效应来看,14年九合一选举,民进党受益,平均得票率比预估多出近10%,原本认为不会上的都选上了,但这次大环境已有很大不同,柯影不会去特别强调和操作,因为如果这局过不了的话,后面就不用考虑了。 对于年底县市长选举,影响最大的是隔壁的新北市、其他县市,除新竹县支持民国党主席徐欣盈外,柯P也会与新竹市长林志坚,台中市长林家龙进行市政交流,逐步累积政治能量。 新北市战况交注,可说千亿发而动全身。 一般看法,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的调性,比较接近中间路线,甚至带一些绿色的绿色。 与白色,与白色力量较为接近。但是在文大宿舍案,柯文哲虽然自称无辜,还是被外界认为是连苏打猴,后续发展方向,值得高度观察。 最明显的合作指标则是徐欣盈,柯不但是新竹人,各县市民调知尺度,也以新竹为最高,柯要以此作为走出台北市的第一站。 而柯徐一家亲还有断险为人知的感人故事。 十多年前,徐妈妈曾经因为重病在台大医院就医,当时透过朋友介绍,柯文哲全力协助治疗,让徐欣盈满怀感恩。 两人开始保持住朋友关系,有时和柯吧,柯妈两家人也会一起吃饭。 柯批在15日为徐新赢站台时称,除了台北市以外,最有机会突破蓝绿包围的就是新竹县,希望台湾能走出蓝绿对抗尼闹,徐的输赢影影响深渊且为重要指标,更具有历史意义。 白色力量收度成为新竹县选情的X因此,因为新竹县40岁以下年轻选民约占40%,动向成为影响选战关键,柯批在年轻人支持度于八成,加持威力惊人。